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线上上课必须要先连线以及安装一些软体 那对于父母来说都是非常新手的 那老师也都是非常新手 因此在这个安装以及连线的过程产生了不少的困扰 再来就是这些父亲或是母亲也因为小孩在家 必须要采无薪假留在家里照顾孩子 原本以为请无薪假在家照顾孩子会很轻松 但是原来当一个暂时的全职妈妈是非常辛苦的 一早起床为孩子准备早餐 然后赶着他们线上连线上课 可是当中如果发生问题的时候 母亲或是父亲必须要为他们解决 才解决完他就准备要做午餐了 午餐才吃完小孩休息了上学了 他就一堆的锅碗瓢盆去预备 洗完锅碗瓢盆的时候也差不多要预备晚餐了 预备晚餐之后吃完饭 其实他也人养马翻了 因此对父母来说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再来就是线上上课的时候 对很多的学生来说 他们的吸收力以及他们的专注力 甚至他们学习动机都可能会越来越低落 我自己的儿子也是这样子 去年疫情爆发之后 加州整个各级学校都是采线上上课 线上教学 所以他们从一个团体进入到个人 从一个开放式进入到隔离式的 从一个这种大的环境进入到家里 对他们来说是很难适应 因为少了很多的社交 因此我在当中看见我儿子的这种挣扎跟沮丧 因为整年都是关在家里线上上课 然后那种沮丧跟挣扎 有时候家里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 因为亲子之间这种冲突跟战场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这段期间我也看他学习的能力低落 然后学习的动机也减少很多 那因此做父母的当然只有为他们祷告 再来就是线上上课的时候 有一些弱势跟偏乡的孩子 他们在设备上以及他们的网路上 都可能不及其他的地区 因此很多偏乡或是弱势的孩子 是不是有失学的状况呢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要特别为现在各地采取线上上课的这些孩子 还有必须要留在家里留职挺心的父母来祷告 然后为这些老师 线上教学的老师来祷告 好我们现在祷告 亲爱的上帝 你是耶和华以乐的神 信靠你的 你必为他们凡事都预备 透过疫情居家防疫期间 你也必为我们预备所需用的 在这个特别的时期 孩子们留在家中献上上学 而父母也必须留在家中 成为全职的父亲或是母亲 甚至有不少人 必须转而留在家中上班 这一切的转变虽然是短暂的 却也教导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随时预备好自己 并做一个聪明的童女 等候新郎的到来 天父上帝 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及呼求 拆派你的使者 四周围保护那成千上万 居家献上上学的孩子们 因为他们从实体的课程 转入线上的学习 从任意人之间互动 转入虚拟式的沟通 求主保守每一位 在电脑以及一幕面前的孩子 让他们可以专心的学习 并跟着课程可以更加的专严 而不失焦点 我们也为目前居家期间 仍旧可以献上学习的机会 而感谢上帝 有不少落后 以及偏乡地区的学者 并没有先进 以及快速的网络设备 他们甚至因此而失学 求父神眷顾他们 也保守他们上进的心 使他们不失智 也不失上 我们也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民 斥责那背后黑暗的权势 他们试图来偷窃的 毁坏学童的成长 以及他们的心智 因此求圣灵保守 所有未成年的孩子 让他们在学习的心智上 以及向上的心 都不容仇敌的毁坏 耶和华罗译我们的大牧者 反仰望你的必不至缺乏 你供应疫情期间的日用所需 使我们在看似缺乏的光景中 却样样充足有余 并赐给每一位居家 照顾学童的父母 有智慧能辅助自己的孩子学习 当父亲或是母亲 需要留在家中 照顾孩子的时候 甚至以无薪假在家照顾 愿父神保守他们的转变 也挪走他们心中的压力 重视有忙不完的工作 他们还要为孩子的网路 以及上线来忧心 但是父神啊 愿你总是按手在 每一个网路以及电脑设备上 让所有的学子 在线上学习的时候可以顺畅 而使父母亲不再反心 更愿你家能赤礼给每一位父亲母亲 能在困境中仰赖我们的大牧者 因为你必引领我们走过低谷 同时当教学转为线上授课的时候 也带给各级的教师许多的挑战 求主赐下恩典及智慧 以你自己的缘故 保守所有的教师 依旧忠心执守的付出以及教学 亲爱的天父 我们知道偏乡弱势家庭 在网路以及电脑上的设备是缺乏的 甚至有些家庭却无人照顾学童 他们学习以及饮食上的需要是迫切的 求父神眷顾他们 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 就如你看顾天上的飞鸟 野地的花一般 使他们一无所缺 全能的供应者 我感谢你垂听我们的呼求 我们在各地同心的祷告 以利垂听 也照你的慈悲成就 我们祷告乃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很高兴跟你在线上祷告 纵使我们在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角落跟时段 但是我们的心智却是一致的 因此别忘了在留言板上留下你的祷告文 留下你的回应 让我们的祷告都成为一个属灵的记号 同时 邀请你的朋友加入祷告联军 让我们的祷告联军成为一个祷告的出口 好我们明天见